我们先来说下这款飞机的遥控室外操作方法 首先我们先开飞机 开飞机 开遥控 飞机遥控自动对平 对平好了以后飞机前面的蓝灯是常亮的 然后我们进行陀螺一校准 这个按键按一下 飞机灯从快晃变回去之前的状态就是陀螺一校准好 然后我们来进行地磁校准 室外一定要进行地磁校准才可以飞行 这个是关系到后面返航的 这个按键按一下 飞机灯快晃 然后飞机拿起来水平顺时针撞圈 撞到遥控器低一升 低一升以后飞机垂直顺时针撞圈 撞到遥控器低低两升 然后这样子就是校准好了 我们就等它去收GPS GPS的数量的话可以在APP上面看 打开手机的试制 连接飞机的Wi-Fi 好这个VS开头的就是无人机的Wi-Fi 连接好 连接好 连接以后打开下载的APP 好现在飞机是已经收到有8个卫星了 收到GPS的话 遥控器是会低一升 然后飞机全身的灯都是常亮的 我们现在等它收GPS 好遥控器低一升 飞机的全身的灯是常亮的 然后GPS是稳定在 好这边是稳定不再跳动 这样子就可以飞行了 遥控器解锁按键按一下 飞机螺庭想会撞 然后退油门起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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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